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他们对我的作品看法是完全一样 就是很喜欢看 然后他们反映相同的一点就是说 你为什么画得出来这一些 然后你竟然画的是我自己有经验的 甚至以前有人跟我说 你是不是住我家隔壁 你为什么知道我家发生的事情 其实他们反映都是一样 我认为这就是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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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早就忘了自己童年是什么样子 其实人应该无时无刻不断的提醒自己 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因为那才是真正的你 才是真正会带给你快乐的事情 那至于政治我觉得是带给人最不快乐的事情 那应该丢得远远的 来让我们大家用掌声唱歌一下 谢谢谢谢我们单位集的大奖 来 朱登庸先生请留步 非常有那个就是教育意义这一类的 然后对于我们年轻人的话 我们看他的漫画的感觉也是非常的新鲜 很有新鲜感 他的那个双翔炮那些出来的时候 我个人比较喜欢 因为经常有人问我说 中国人到底有没有幽默感 我的答案是肯定的 中国人是有幽默感 只不过可能就是说 大家并没有注意到 那我希望能够透过我的漫画 我的幽默 能够把这个 利用这个幽默博物馆 能够把这个幽默传播出去 然后另外就是 也希望它就能够成为一个文化的地标 更重要就是说 让大家真正感受到幽默 对一般人平常日常生活的影响 就是要把那地方做成一个动漫基地 那就像我说的 他们要就要最好的 因为你最好的进来了 人家就会跟得进来 就是这个样子 然后你进来了 你自然就会在那边创作 然后你有一个博物馆之后 他们要把这个博物馆做成 他们的一个文化的地标 因为杭州是这个样子 杭州它是一个观光的 所以它会吸引大陆各省的人 到杭州去玩的时候 如果你有一个租得庸的博物馆 他们就会来看 其实他们这个也是对他们的观光是好的 就是说当读者看我的书的时候 其实他实际上进入的是一个 我的漫画世界 然后这个漫画世界人虽然都是我创造出来 但它所呈现其实一个很真实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个真实的漫画的这虚拟世界 比我们真实的世界更令人愉快 我现在就已经是用来到一段时间 我们下方的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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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看 个字幕 我们下方的字幕 Carn 也没有了